第17题,接着到part b,part a有个gx这个功能,part b找到答案的vertex,k,k2加4,part b又有另一个gx加2,这个是另一个功能,x变x加2,vertex变了d,另一个就是y对于负g,x-2,x变了x-2,但前面更加负的,vertex就是e的, 第二题目就问,可不可能画一个三个型def,f是在xy座表里面任何一点,而这个三个型def的circumcenter是在03,简单来说,找到f这一点,以至到三个型def的circumcenter可以在03这一点,所以这题目主要有两部份,第一部份就搞定了上面的vertex,d和e的位置先, 接着就画那个三个型def出来,还有要了解什么叫scumcenter,考试是没有电脑用的,就没有George bar,或者decibel,我们scatch,我们先当做k是0,即vertex是4,这个就是gx,大概是这样的, 接着gx就变成gx加2,那x加2的客观效果,究竟会变成怎样呢,其实这里,即加2,我们基本上是做了一个translation的,整个graph呢, 不过,加2,以为向右退,但其实在锁里面这个情况就刚刚是counterintuitive,违反我们的直观,其实就是translate to the left by two units的,向左退两个单位 所以如果我们要组织,这个就是gx加2,这个是gx加2,这个是gx加2,这个是gx加2,整个graph是向左退,不是向右退呢, 我们可以尝试呢,我们可以尝试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即是这里是违反直观的,这里加2,这家是gx加2,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xx加2,是换那座标系统,即是在这个x加2,是整个xx和yx向右退两个单位, 相对来说Graph就向左移 我觉得这个角度理解是换XY coordinate plane的XY axis的数字 加2就是这个加两格 所以Graph就好像向左移两格 用这个角度理解下面Y就是-G bracket x-2就变成了x-2整个座标向左移 所以Graph是向右移 其实这里做了translation Translate to the right by two units 这里有个键号 但是同时G前面还有个键号 这个书本都教过了 其实是reflection along X axis 反转它 所以这个绿色的Graph就会向右移 反转它来这边 然后再做一个reflection along X axis 所以我们画出来就大概这样 我们是skate 所以我们有个Graph就会表达得漂亮一些 这个红色就是Y等于-G bracket x-2 留意这个都是2来的 即是说这里基本上是EQ distance 这里大家距离一样 另外Vortex开X axis其实都会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reflection 所以即使GX绿色有power线 它会随着K的直移移动的 可能向右、向左、向上、向下 但其实红色和蓝色这两个power线 其实会跟着动的 而且动的幅度都一定是一样的 你可以想像蓝色的power线 就等于绿色的power线 那个crone的复杂人一样 因为这个距离永远都要相差两个单位 永远都是这样的 所以绿色那个向右动 好蓝色的都会向右动相同的距离 而红色那个就会这样 打横这个同样都是两个单位 这两个一样的 而打动这里这两个距离 同样也都会是一样 因为它有reflection along X axis 好看题目了 就问可不可以画一个三角形DEF 这里就是D 而F不知在哪里 但是三角形DEF的circumcenter在03 究竟可不可能呢 我们先理解什么叫circumcenter 在三角形里面 我们找了三角形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垂直平分线 这三条线会met at the same point 会相交于一点 这一点其实是一个circumcenter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原来有个特性就是 这一点可以做一个圆形的圆心 然后画圆形穿过三个vertex 就是这样 这个距离就刚刚好 就是圆形的半径radius 中单这一点就是circumcenter 中单这一点就是circumcenter 这个圆形就叫circumcircle 题目指定circumcenter要在03 我们画下03 就当下03 就当下A先 我可以找出第三点F 以至D,E,F 不知道哪里 就以03A点做circumcenter 但留意做到circumcenter 这两个距离先看有没有机会一样 先看有没有机会一样 如果这两个距离没有机会一样 你不用找F 因为找到都没用 因为这两个距离没有机会一样 永远无可能画到三角形 以A做circumcenter 这条成目的做法看下都几strict forward 我们就找A,D和A,E是多少 接着再比较它 D,E的座表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原本GX的Vertex K,K2加4 所以D就是向左退了两格 所以它的位置就是K-2 K2加4 X座表要加2 而E的X座表就会是K加2 因为向右退了两格 同时Y座表刚刚就是GX的Y座表的相反 就是负数-K2-4 接着我们就可以用Distant formula 找找A,D,A,E 再比较一下就搞定 我们可以直接Apply Distant formula 例如A,D 将它两个就是X座表双减再tick square 就是K-2 再将Y座表双减再tick square K2加4-3 A,E也一样 X座表双减就是K加2-0 K加2的square 再对当A,A,A,F großes 便自己只是在逃退 这里我们稍为弱简 Dal 上面ad就变成这样,k2加1,k2加2,a2是k2加2,k2加7, 你比较那两堆的代表,我们不用将它expand出来, 无需花时间,这个是减来的,这个加1,这个加10, 很明显ae是大过ad,永远大过, 最重要,无论k是怎样变到,ae永远是大过ad, 所以a0,3永远无可能做到circumcenter, 因为de和它距离永远无可能双等, 所以我们可以写下, It is not possible to find a point f, such that 0,3 is the circumcenter of triangle def. 大家可以留意片尾,我会有一条片, 关于用jorgebar去表达整条题目的context, 那幅图就会比这个更加的清楚了,拜拜!